还非得给一块睡觉 他干不干呢 那我需要他不干 那能和他来吗 那有的人难你都不行了 走这个点的 他还巧他挺能的 能的那咱也不能 既然是夫妻了 咱不能不让人拿杀 大爷大妈来相亲 上来就交流生理需求 我发视频都得打上瓦塞克 你咋就这么不害臊呢 使度也太大了 老年相亲都这么猛啊 今天来相亲的陈大人 今年78岁 退休金4000元有房 我看这屋的装修挺新的 这不是我的名 那是我儿子那时候活子买的 房产那个人是他的名 不是我的名 我能住到死 是房子是儿子的名 对 人家买的那时候 没死那时候他买的 儿子去世了 你看我没说他 我都要我房子设两闺女了 陈大爷一生坎坷 七年时间里 老伴和两个宝贝儿子前后去世 左邻又是了都说大爷的命太硬 我说都积点口的吧 谁愿意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在别人伤口上撒盐 缺得了哈 一提到儿子大爷泪眼婆娑 他回我都不能找 这大儿子特别孝心 上哪都领着我呀 我老儿子都是那 老儿子死得更早 愿他隔夜有病都不看 不是我说那又是阿姨 大哥你是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对 然后两个儿子都不在 我老儿子先死了 跟他妈死不到一年 你说怎么把我答应 俗话说少来夫妻老来伴 相比于对儿子的想念 陈大爷更怀念老伴得好 我老伴就不会 这生日没有不会的活 哎呀干那活了 红白喜事 就得极细走的活 比极细走的还好 红事也结婚的 白事就是死人的 都找我老伴 我儿子全的 你别看叔叔那时候小啊 我老伴就巧 我一年穿过九双鞋大结婚 我已经穿新鞋 你跟他上饭店呢 都不上饭店吃饭呢 满一瓶熬得给你一半 亲人的离开 让陈大爷意识到 生命的可贵 于是陈大爷他上了疯狂 爱自己的道路 没事练练肌肉 来呗 我给你展示一下 我的爵士大招 我再不能举 那不就完了这么 哎呀 这挺轻松的 那我这都不练了 要练 我能举五六十个 就这么往后举 来回这么晃 幽的 咋子 看吗 都得深留直的 站在不同地方得 看吗呢 这我都不练了 完了有时候还这么的 都活着 怎么做一些铁类 除了健身 大爷吃上更放纵 就这大体格子 都是靠一天四顿饭养起来的 汤式汤菜食菜 外加幼儿小零食 还能吃的 我一顿吃四顿饭 有时候 下午睡觉还得吃的 又饿了 我都多的那多的吃 你吃点零食 哎呀妈呀 那个是啥饼干呢 牛奶饼干 很好吃 你吃吧 牛奶饼干 还有啥零食啊 饼 你看咋的饼 还咋的饼干 你看 都是饼干 这个也是饼干 这个好像也是什么 小孩吃的 我又吃这个 我乐吃 愿意吃 愿意吃 饼子你看 吃吧 你看我看看 吃拿 拿吃吧 大爷爱穿还爱美 乡种啥买啥 趁着还喘口气 就不能差钱 两眼一立 钱没花了 多别虚啊 大爷日子过得这么滋润 还找啥老伴啊 这就错了 独乐了不如中乐了 做人要有博爱的心怀 不能独享 这么好的大爷再找老伴 具体有什么要求呢 我找这个女的吧 你得疼我热我 还不抄我要钱就行 一个呢 我养活他 地点是不是不限制啊 他哥们 他有房子 我让他这也行 我无聊还不乐 我这住 根据大爷的要求 红娘给介绍了 王大妈 王大妈 今年75岁 退休金2000元 有房 退休后的王大妈 有钱又有钱 为了打发时间 就靠买保健品 听讲座来打发时间 果然 有钱人的世界 就是任性 高兴了花钱 不高兴了花钱 无聊了 更要花钱 这保健品都没数了 没数了 没数了 买过多少 花多少钱了 成年在他那儿 成年吃 有用吗 这有保健品呢 还行 有问题啥呀 现在主要是啥呢 没啥影响 所以给家一天干啥呀 从前看电视 有啥看呢 最后 因为保健品的功劳 大妈家里的柴米油盐的钱 全扔了 大米白面豆油 啥也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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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大米的后边电风扇那儿 豆油 这都好一桶啊 那个大米 豆油 豆油 哎呀啥也不缺 这都是你听保健课上那领的呀 对 免费给的 对 你免费你不是产品花钱了吗 是啊 所以大姐真是 你为了得这件保健品 那产品的钱都买多少个大米 买多少个豆油了 那倒是 羊毛出在羊身上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了 小钱换大钱 我真是人傻钱多啊 终于 大妈这种冲动消费的行为 让儿女有了意见 为了彻底改掉乱花钱的坏毛病 大妈决定转变消费思路 给自己找个老伴 这样不仅不用花钱 说不定还能赚俩钱呢 了解完大妈的情况后 红娘马不停蹄的就把陈大爷接过来了 还没进大妈家门 看到大妈家是电梯楼 陈大爷别提多开心了 老爷子我再也不用爬楼梯了 见到大妈就说起了小情话 电梯 好 好啊 好 然后大姐姓王 叫王宝玉 对 握个手呗 说啥 说啥 你好 你手挺热乎 有儿疼啊 有儿疼 我们儿疼啊 两人见面后 大爷觉得大妈家的房子不错 就是人长得一般 你对大姐见面之后 你觉得第一眼缘咋样啊 一半 你看大姐家的房子打烊 房子挺 这个咋是她房子挺 可惜 可惜 自己勉强比冬瓜高点 这还挑起大妈了 自己家没镜子吗 不行往桌子上倒杯水照照 果然 大妈这头也有意见 就这小萝卜头子 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这哥儿太小了 这个都是我 跟有五大郎一样 我一进入我一看 哎呦 这哥儿太小了 哈哈 这话 我觉得五大郎不愿意听 至少人家还有一技之长呢 两个人坐下后 陈大妈对陈大爷的小海拔 还是耿耿于怀 都快八十的人了 咋就长了这么点呢 大妈到八十还长哥的那叫人参 不是 你是不是小时候有毛 不行 你小时候玩是不是有毛 我有啥毛 那你为啥没长起来呢 那 说那没用 干活累的呗 你这哥儿还没长起来 干活累的 纯粹真干活累的 你要来干啥活的 这一村整大木头 这家都两块两块的 你这哪 这就村子了 村子了 我七岁又长家 你信哪 我老子一八十 我家二八十 我就给我老家养大的 那你爸 你妈呢 听到大妈嫌弃自己长得短 大爷很是委屈 还不是因为长哥的时候干活压的吗 家里有孩子的老铁们 一定注意哈 千万别让孩子干出活 影响了长生高 那可是一生的痛 还贼出 哥还贼笑 别看陈大爷 其貌不扬 又矮又挫 但是却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浓缩才是精华吗 找这样的老头唠客都不用看二人转了 大妈觉得这老头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于是又聊到了共同爱好 这一天你没影是吧 你说现在咋子呢 下午就玩玩麻将 你会打麻将啊 会啊 你会不会啊 臭乎 不敢说会 反正也臭乎 这咱俩都对撇子 哎呀 是个老家就把对撇子咯 但是干啥 又不抽烟又不喝酒 啊 不抽烟不喝酒 我那酒都喝好酒呢 我酒也有 就是没有烟 哎呦 我天啊 我最烦醋了 哎呀 那个晚上他咱那么烦人 忽略身高 俩人越聊越对撇子 尤其是大爷没有不良嗜好 大妈很是满意 丁哥急不急 急 真是行李掉屁股 不知好歹 为了给大爷一个下马啊 大妈打算用力量制胜 好让大爷心服口服 还脾气 一推就一个个吧 啊 一推就一个个吧 你信不信 信 你不信找俩乖乖乖呢 试试 来吧 你还 那这个这 来 那个干啥 这我弄死你嘛 真是 着实没想到啊 这老头还真有两把刷子 看来还有几年的活头 老年相亲 如果不谈钱 就好像缺少了灵魂 大妈自然也不能免俗 马上进入了谈判状态 咱也不能取代 钱咋说 我的工资怎么办 那你说吧 我说 我 我说我不给你 我掩护你 不给我 你现在别的负担啥都没有 没有 那你还留心眼啥意思 我留啥心眼啊 那你钱你支配 那不是你留心眼吗 我去了你的 供你吃供你喝 所以开销剩下来我 我一留着都给我个点呗 你说对不对 那我夸多想断钱 那是不能 你要把钱那是不可能 别看大爷个头小 那绝对是条汉子 面对美色的诱惑 绝不退让 结果大妈就怂了 你那么的 我跟你说 你呢 如果你当家 这些一切事 我啥也不管 听吧 完了你一个月呢 你给我点零花 撮你我帮你买 给多少零花 你先说说价钱 给一个水吧 一千 妈办不到 一百块 谢谢 给多少 五百 五百 还不够你零花啊 行 还咋的 行 不咋的了 就给你五百 月月月开支 开完支就给你 我这一切费用 全是你的啊 那说啥呢 一切都谈妥后 陈大爷有个 最重要的问题 一直憋着 我这五百块钱的零花钱 它不是白花的 这孩子你也过了一年 俩人不到一起吧 不带喝的 俩人非得给一块睡觉 他干不干呢 那我需要他不干 那我能喝得上来吗 我都十多年 我还没了啥呢 说得老头没了十多年了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失求 要我能喝了 这你闻得玩啊 你 你还闻得玩啊 那需要他呗 不需要 找老爸干嘛 那就完了吧 说一句话保了了吧 那玩他 还得明说 哎呀妈呀 俩人一个78 一个75 这身体保养的够可以啊 是顿顿实权大补他 还是当归配枸杞啊 咋就这么活力呢 那有的人 哪里都不行的 走这个点的 他还小 他挺能的 能的那咱也不能 你既然是夫妻了 咱不能不让人哪 咱你说实在可不是 俩人真是王八配绿豆 对上演了 一切条件都达成后 陈大妈还给陈大爷 包了顿水饺 最后 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 准备开启亲亲抱抱举 高高浪漫的二人世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 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